新闻第一线 资讯全方位 欢迎来到东方日报 日前 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宣布 俄罗斯已开始向印度交付S400防空导弹系统 这项军购合同签署于2018年 印度耗资54亿美元采购五套俄罗斯最先进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 印度是以美国为首的美日印澳印太战略四方机制中的一方 美国反对俄印之间的军事合作 但显然没能阻止此项军购协议 如一算盘 二战后 全球掀起民族革命和国家独立浪潮 西方殖民者在被迫撤出蓝亚后 为了继续从这块土地上获取利益 精心设计和制造了印巴分制的地区格局 这是导致迄今数十年印巴矛盾和长期对峙最主要的原因 中印之间的边界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还曾导致20世纪60年代的边界冲突 其深刻根源也与此有关 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 美国实行旨在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 大力拉拢印度以形成和强化对中国的战略围堵 这客观上也迎合了正为中国崛起焦虑的印度的战略需要 印度一方面积极加入印太战略的四方对话机制 每年举行马拉巴尔四方联合军演 另一方面在中印边界挑起事端 向中方提出过分和无理的要求 由于印巴冲突的长期化 且缺乏解决根本问题的切记、意愿和方式 长期以来印度将巴基斯坦视为主要对手和威胁 随着对巴基斯坦的经济、军事等优势加大 和印度地缘政治野心的膨胀 2020年10月30日 印度空军苏30MKI战斗机 从其西北部旁周普邦的海瓦拉空军基地起飞 在远程奔袭超过4000公里后发射 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 成功击沉位于马六甲海域的目标舰船 这一行动具有标志性意义 它显示了印度的战略野心不仅是称霸南亚、印度洋 还将向西太平洋地区拓展 今年11月11日 印度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公开表示 印度的头号敌人已不是巴基斯坦而是中国 印度已经做好准备 应对发生在与中国边境地区和海上的任何不幸事件 出于遏制中国崛起和拉拢印度的需要 在中印边境问题上 美国一直站在不公正的立场上拉偏价 例如2020年5月 明明是印方越境挑起事端 美国国防部却将中印对峙的原因甩锅给中国 并向印度提供了拉达克地区的卫星图像等相关情报 美国企图利用中印边界问题挑拨离间 拉印恶中的意图昭然若揭 此前 美国与印度之间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 和落实印太战略四方机制的需求 已经签署物流交换协议备忘录 通讯兼容性和安全协议 和基础交换与合作协议 这三个协议奠定了美印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 由于印度与俄罗斯之间本来就是传统盟友关系 再加上近年来与美国逐步建立的紧密关系 在美俄之间左右逢源以加强自身的国际地位 以及在与中国的边界问题上获得非分利益 就成了印度的如意算盘 巨大障碍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印度的算盘打得虽然很精 但非常不切实际 一是美俄矛盾难以消除 这是印度在美俄之间左右逢源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尊观人类地缘政治博弈和战争历史 某个国家的立场要么中立 要么加入联盟中的某一方 在相互矛盾的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两边下注 两边得力 尚未有过先例 美俄关系紧张不仅是美国打压 遏制俄罗斯 争夺势力范围的需要 更是美国拉拢欧洲盟友的抓手 当前 美国一方面做出改善美俄关系的姿态 另一方面激化欧洲盟友与俄罗斯之间的矛盾 至于结构性障碍 决定美俄关系或可因某种具体的原因 得到一定程度缓和 甚至是局部和暂时的改善 但两国矛盾不太可能根本性消除 美俄虽在今年6月 实现了拜登和普京在赫尔辛基的会晤 也开启了两国之间的战略稳定会谈 但是 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眼下却正因白俄罗斯与波兰之间的难民问题 以及俄乌边界冲突问题烙得不可开交 11月14号 英国国防参谋长卡特警告称 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之间意外爆发战争的风险 比冷战时期的任何时候都大 这种说法有夸大之嫌 但却至少证明 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与俄罗斯之间关系的实质性改善 既不是美国的目的 也不是其盟友所乐见的 二是 美俄武器系统难以兼容 是印度在美俄之间左右逢源面临的现实障碍 早在苏联时期 印度就是俄制武器的最大购买国 基于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和军火销售利润 俄罗斯很愿意将先进武器卖给印度 印度陆军的主战坦克是俄制T-72M1和T-90S坦克 印度海军的十艘导弹驱逐舰中的四艘 十七艘护卫舰中的六艘 以及航母维克拉马地亚号军购置俄罗斯 唯一的阿库拉级攻击核潜艇 则是从俄罗斯借租的 印度空军的667架固定翼战机中 71%来自俄罗斯 有苏35MKI米格21米格29战斗机等 装备的六架加油机全部是俄制1278 印度对俄制武器的依赖 到了如果没有俄罗斯提供武器装备 印军将无法有效运作的程度 为了拉拢印度 也为了令人眼红的军火利润 美国积极推动对印军手 美国已经向印度出手11架C17环球霸王3战略运输机 8架P8I海上巡逻机 22架AH64E阿帕奇直升机 和15架CH47F直鲁杆直升机 在美印物流交换协议备忘录 通信兼容性和安全协议 和基础交换与合作协议等签署之后 美方为印度提供先进的武器系统的法理基础 已充分奠定 目前美军已经完成FA-18E-F超级大黄蜂 舰载战斗机的华越起飞试验 向印度出售此型舰载机的技术验证已经完成 面对美国的竞争 俄罗斯则加大了向印度出售先进武器 和转让先进军事技术的力度 俄计划向印度大量出售最先进的T-14主战坦克 并将向印度转让技术 使其能自主生产俄罗斯设计的T-90S坦克 还将用苏-35和苏-57的部分先进技术 给正在印度空军服役的俄制战机进行性能升级 但是 俄罗斯与美国的武器系统在技术体制上完全不同 它们之间缺乏最低的互通性 要同时驾驭它们 操作和使用难度不小 这将造成运军在训练中难以达成基本的协同 在战时的综合效能如何 更是难以预料 三是万国牌武器装备支撑不起大国地位 这是印度在美俄之间左右逢源面临的实力障碍 军事技术强国在对印军受伤的慷慨和缺少限制 客观上造成了印军武器装备的万国牌现状 在印军列装的武器装备中 除了美俄制武器 还有来自以色列的费尔康预警机 法国的阵风战斗机 以及来自英国、意大利等国的武器 为了改变对进口武器装备的依赖 2020年 印度国防部出台了禁止进口 101种军事装备的指令 但客观地说 印军改变武器装备混杂和依赖进口的局面 依然人众道远 实力和作为决定了印度在联盟体系中的地位 要想在美俄之间左右逢源 取得基本平等的地位是先决条件 想用万国牌武器装备来支撑其大国地位 甚至是与美俄这样的军事强国平等博弈的大国地位 这样的想法过于天真 一厢情愿 11月11号 印度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表示 中国是印度最大的敌人 还公开声称 如果要与中国作战 将会同时争取美国和俄罗斯的支持 然而 这恐怕只是印度的一厢情愿 印度在印度洋的霸权不符合美国利益 印度已向以南亚霸主自诩 而且把印度洋当作印度的洋 美国在印度洋中的军事基地 不仅是其全球海洋基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其向周边地区投送军力的关键支撑 伊拉克战争期间 从印度洋中的迭格加西亚基地 起飞的B2战略轰炸机 是对伊拉克实施空袭的重要力量 对萨达姆的斩首行动 就是依托这一力量实施的 以免形成地区霸权 对美国的全球霸权造成冲击 是美国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的重要原则 因此印度在印度洋的霸权不符合美国利益 美国对印度的军事扶持必然遵循一个度 既要利用印度达成自己的战略目的 又不能任由印度干扰和破坏美国的利益 在俄罗斯向印度出售S4000防空导弹系统问题上 今年3月20号 美国防部长奥斯汀到访印度 在与印度国防部长的会谈中 奥斯汀重申了美国盟友必须避免俄罗斯装备的原则 否则可能招致美国援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 对印度实施制裁 此前 因为美国的北约盟国土耳其购买俄制S4000防空导弹系统 今年4月23号 美国国防部正式通知土耳其 其已被美国排除在F35战斗机生产计划之外 此前土耳其已为此支付14亿美元 其次 紧密的俄印关系会降低美国对印度的信任和期待 美国忌讳在盟友的武器系统中使用俄罗斯武器 不仅因为这会降低盟友对美国的依赖性和联盟的零距离 减少自己的军火销售利润的 还因为它会给美国的作战体系造成威胁 因此 无论从战略上 还是从战术上考虑 印度在美俄之间左右逢源 两边得利的期望 恐怕都只是黄娘美梦而已 以上仅是网络观点 不代表小编个人立场 对此您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欢迎大家留言 您的每一次点赞和订阅 都是我更新的最大动力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